在本日定期会种植询议程期间 许多县议员都相当关心县内脱婴政策问题 而特别来与县府进行探讨 当中县议员张旧姿就指出 县内保姆数量不足的情况 造成许多家庭的不便 家长既要工作要照顾幼儿 所以也请舍老师能够说明 县内日后脱婴政策的规划方向 如何协助家长补育幼儿 我们政府这个脱婴的这个数量表 来看 这个就是491垒 491垒这个数量真的是严重的不足 目前的社会真的是夫妻双心志 要生一个鞋子 真的是非常辛苦 早前要宅 早前也要宅 所以这个社会形态已经大大的改变 我们政府要严重来补足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这里请社会劳动处的处长 就这个脱婴的问题 你来说明一下未来的方向 而县远唐小芬则是关心 县内脱婴中心不足 而造成家长照顾幼儿上不便的问题 特别来提出建言请县府社劳处 能考虑在各项城市寻觅合适的空间场域 来规划建制脱婴中心 以满足各家庭的脱婴需求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说我们的公托也好 像一些私立的 在这个零至两岁 婴儿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有时候甚至妈妈怀孕了 他们已经就去预约了 有时候还预约不到 所以这个是非常欠缺的一个区块 我也希望说能够赶快的来 把它这个做起补齐 除了各项政要有之外 可能一处还是不够 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个班级 可能收的小朋友收的婴儿 才各位数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广涩 让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无后顾之忧 那将来他们在工作上面 不用去担心这个脱婴的部分 先远张秀之、唐小芬 都相当关心 县内脱婴政策问题 所以在本日定期会 总咨询议程期间 分别就多项政策面 来与县府社劳处进行探讨 也希望针对脱婴政策的各项规划 县府能够考量到 现金大众的需求 做出更妥适的方案 才能实质协助到 各家庭照顾幼儿 记者卢依凯 那头先议会采访报道